士兵第一次上战场 就看到了震惊的一幕 敌我双方明明只有不到一米的距离 可他们疯狂地射击 子弹却打不中任何一人 士兵万分疑惑 认为是子弹出了问题 于是他也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果断举起了手中的步枪 没成想 随着子弹的一发发射击 所有的敌军竟被全部打死 如此英勇的表现 让所有的队友纷纷赞赏 可突然巨大的警报就再次响起 只见几十架的德军战机 竟朝着他们蜂拥而来 情况万分紧急 然而新兵却瞬间有了办法 他端起一旁的加特林 接着便对着天空一顿猛射 就这样 无数的子弹朝天袭去 所有的飞机也如同靶子一样 一架一架都被士兵打下 很快 听到动静的长官就迅速赶来 他对着士兵再次夸赞 但下一秒 长官就又给了他一个巨大任务 士兵当场惊恶本想拒绝 然而长官却一脸严肃 于是经过一番商量 男人便跟着两名老兵 一同前往德军基地 可等几人好不容易赶来后 却发现基地的德军人多势众 他们根本没办法进行应创 这时 一旁的老兵当即说道 于是在新兵的疑惑下 只见队友猫着腰举着枪 然后悄无声息的就走了过去 新兵已经彻底惊呆 可旁边的另一名队友则更加大胆 只见他毫无避讳地站起身来 直接就走到了德军面前 新兵万般不可思议 于是在队友的鼓励下 他也打算这样悄悄过去 然而他刚一起身 就被前面的港哨瞬间发现 情况紧急 新兵急忙蹲下身子 想自欺欺人地进行躲避 没诚想德军竟真的没有发现 经过这几件离谱的事情 新兵知道自己肯定是有幸运女神的庇护 于是他果断拿起匕首 接着便勇敢起身 将门口的港哨一刀解决 紧接着 新兵又端起一把重击枪 对着面前的几十名德军一顿扫射 一瞬间 整个战场变得枪林炮鱼 可尽管德军也在不停地射击 新兵却一点事也没有 最终 凭借新兵的一人之力 他成功剿灭了整个德军大本营 如果你也想拥有这个新兵的幸运 只要在评论区留下我要幸运 就同样可以得到幸运女神的庇护